一群老年丧尸闯入医院 扑倒医护人员跟患者大肆啃咬 等武装组织闯进来检查时 只看到疑电狼藉 埋伏在暗处的丧尸趁机偷袭 就在两方势力大乱斗时 一架直升机带着炸弹升空 2024最新丧尸灾难片 僵尸世代上线 废话少说 我们马上开讲 深夜的小路上 居然捷克正在独自执行任务 有一搭没一搭的 用无信电跟同伴聊天 不要开到半路 轮胎突然漏气 车子发生侧翻 滑出去树米 车上的绿毒罐也发生泄漏 不远处的养老院内 一对老人正在场地上闲聊 却突然被毒气呛得咳嗽不止 两人还以为着凉赶紧返回住处 但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老太太忍不住按下呼叫铃 护工听到声音 急忙过去确认 谁知刚靠近就被老太太拽倒 病毒应对小祖得到预袭消息后 立刻赶到现场 25名战士配备非知名武器 两人一组进入养老院内搜索 里面横尸遍野 到处都是血迹 经过一段时间的作业后 可以确定35名病人被找到 15名失踪 6名工作人员全部被杀 此刻失踪的15个老人已全部感染 正像丧尸一样在树林中游荡 好巧不巧 附近的一栋别墅内 一伙年轻人正在彻夜轰攀 小平头跟查理非要左死 居然在室内燃放烟花 年轻人害怕摊上室赶紧撤退 小平头跟一个叫凯莉的女孩 召急忙慌地逃走 他一直暗恋这个女孩 可对方是好哥们 查理的前女友 查理这会儿已经回到家里 电视台正在播报今晚的车祸新闻 只不过他们把毒气包装成了 有毒油漆泄漏 并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 转眼一天的时间过去 查理早起送报纸 他戴着耳机全副武装 没有留意到 不远处有个满脸血的感染者 在翻垃圾桶 此时 伦敦总部派了一个女领导玛丽 前往盛科洛曼陆军基地 协助他们 对该阵的通讯进行监控 封锁病毒爆发的消息 同时 玛丽也查到那辆毒气车 来自卡弗顿的安全实验室 他嘱咐沃轮上校 尽快追悔感染者 如此一来 才能尽快阻止扩散 另一边 小平头的妈妈正要去阳光疗养院换班 结果收到了疗养院隔离的消息 丹博里除了这家阳光疗养院之外 五公里处还有家金色高地养老院 那里尚未被病毒波及 但沦陷恐怕是早晚的事 此刻 捡垃圾的丧尸老头还在四处游荡 他咬伤了一个出门扔酒瓶的老太太 接着被对方赶到大马路上 不料 一辆汽车呼啸而过 直接从老头身上撵了过去 老太太吓了一跳 赶紧捧着伤手回家 其余丧尸子躲在附近的森林中 他们并没有丧尸自我意识 还知道借树林掩护 躲避直升机搜寻 丧尸们在废弃木屋静静等待 画面一转 来到距离泄露点五公里的学校 凯莉和查理 正在对暑假班的费用发愁 他们俩的家庭情况不容乐观 爸妈恐怕连学费都交不起 凯莉做梦都想考上大学离开这里 但她很放不下查理 虽然两人已经分手 但凯莉一直想复合 这个小团体中 只有小平头还算有钱 可惜 她整略游手好闲 不干正事 这天 还从网上买了把十字弓 幸亏老爸及时发现后没收 否则 他指不定闯出什么大祸 凡门的小平头 约查理到树林散心 两人还分享了点置换蘑菇 他们打开手机录视频 谁知一个遛狗的女人走进树林 还看到地上躺着一个受伤的老人 他这样上前询问对方几句 结果那老爷子抓住女人的泰迪狗 开始大口大口地啃咬 女人大叫一声 捡了根棍子猛砸老头 可对方毫无知觉 还反手奏向女人 小平头赶紧录下这惊悚一幕 一旁的查理看不下去 急忙扑上前帮忙 他一脚把老头踹下突破 但遛狗女人已经被咬伤 他哭哭啼啼地报警 查理和小平头趁机溜走 与此同时 凯莉去探望奶奶 他奶奶就是扔垃圾时被咬的老太太 这会儿已经出现便意征兆 凯莉进门后 看到几个生肉盒 桌上水杯也都沾满血迹 他觉得奶奶很奇怪 就打电话向查理求助 但手机信号非常差 查理根本没听清楚凯莉说了什么 他放心不下 决定过去看看 小平头担心女神 也取出自己的十字弓 另一边 凯莉的奶奶逐渐失控 对生肉的渴望 促使她攻击孙女 凯莉奋力挣脱后躲在暗处 她猫着腰逃到一楼 不料 奶奶直接从楼上跳下来抓人 危急时刻 查理和小平头赶到 查理猛地冲过去扑倒奶奶 他正要询问凯莉情况 奶奶却爬起来 一拳奏到查理 紧接着捡起地上的匕首 好在 小平头及时射箭击岛买卖 除了凯莉家以外 各地事故频发 急救服务电话 因为拨打人数过多崩溃 救护车服务也不得不暂时关闭 玛丽已经下令封闭整个单部里小镇 绝对不能让生物武器泄露一时曝光 她持续发布一些假新闻 用口提议 油漆泄露 模糊大众视线 画面一转 再回到凯莉这边 三个年轻人已经完全慌了神 不管怎么说 小平头可是杀了人 他们决定先把尸体藏起来再说 查理和小平头用窗帘裹住奶奶 接着破窗偷走邻居蒂娜的车 将尸体运到远处扔掉 而凯莉留在原地联系父母 谎称奶奶攻击她后逃走 可父亲不信 有人有力气攻击人 她很担心母亲 赶紧去森林找人 此时 查理跟小平头正准备抛尸 两人连个铲子都没带 只能把尸体丢在林中的废屋内 另一边 那个遛狗女人 被送往医院后开始发狂 三个护士骑上阵都压不住她 其中还有个胖护工被咬了一口 遛狗女趁乱逃出病房 她失踪的消息很快登上新闻 小平头一眼就认出遛狗女 最近发生的怪事实在太多 已经快要超出她的成数范围 镜头一转 一个男人正在森林小道尘跑 结果 看到地上倒置为老人 他马上过去做急救 谁知 那老人一口咬掉男人鼻子 紧接着 所有丧尸一拥而上 将倒霉的好心人分食殆尽 这帮丧尸还会联合捕食 如果继续传染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直升机搜索几天 都没找到养老院失踪者 只能派出一支小队深入森林 两个士兵很快发现养老院的丧尸 并隔着数米距离将其击毙 联兵上前检查老人证件 确保他在失踪者名单上 不料老丧尸猛地起身咬住男兵 原来射中脖子并不能致死 女兵急忙冲老人脑袋放了一枪 鲜血溅了男士兵一脸 她赶紧用纸巾擦掉血迹 并且恳求女兵不要上报这一点 她怕自己被强制隔离 同一时间 金色高地养老院内 一老一少正在办公室查看监控 他们发现了捷克驾驶的那辆卡车 新闻上提过 这是次有毒油漆泄漏事件 但女孩安奈认为 没那么简单 她想亲自过去调查一下 次日安奈去上学的时候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小平童 镇上只有这一所高中 所以几个年轻人基本上都互相认识 此时老师正在喋喋不休 提醒大家小心病毒 如果看见发狂的老人 一定要及时联系警察 凯莉文言想起了奶奶 她不想再听下去 拿着背包离开学校 查理担心凯莉立马跟上去 她刚走到拐角就被对方拽走 凯莉解释 我爸快因为奶奶失踪的事崩溃了 每天一下班就钻进树林找人 她希望查理带自己去看一看奶奶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报警 可当两人找到那间废屋时 奶奶早就不见了 就在这时 隔间传来微弱的声音 他们走过去一看 奶奶居然躺在沙发上熟睡 台里见状十分高兴 但查理却笑不出来 正常人心脏中箭怎么会不死 老太太醒后吵着呼吸困难 让查理把她胸口的箭拔出来 接着又大喊自己肚子饿 因为不确定老太太会不会继续攻击人 两人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 而小平头看到了查理跟凯莉离开 她本想追上去却被老师拦住 小平头不知道这俩人要干什么 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安娜看出她不对劲 就问小平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后者虽然没有坦白凯莉奶奶的事 但把那天拍到的视频放给安娜看了 殊不知 这个女孩根本不害怕 还怂恿小平头一起去找遛狗女 反正这女人的信息已经在网上公开 小平头无奈之下 只能跟安娜一起行动 两人很快摸到遛狗女家附近 并且看到一个年迈的女人走进去 安娜推测 她应该是遛狗女的妈妈 二人壮着胆子 踏到窗户上偷窥 结果看到遛狗女在攻击自己母亲 大胆的安娜砸破玻璃 领着小平头小心翼翼的上楼 只见遛狗女正在吃人脑子 安娜大海一声扑过去阻止 结果撞到死者后脑伤 被脑僵子糊了一脸 下一秒 遛狗女也冲过来袭击 安娜勉强用衣架挡住她 小平头见状 抄起拖把过去救人 安娜也爬起来 去找家伙帮忙 六狗女蜷缩在浴缸中 缓解身上的灼痛感 安娜认为应该立刻报警 但小平头做贼心虚 不敢见警察 她一咬牙 决定把凯莉奶奶的事告诉安娜 随后二人跑去树林废物找尸体 结果正好撞见查理和凯莉 他们两个刚发现 奶奶不见了 安娜告诉三个伙伴 那辆卡车运送的绝不是有毒油漆 巴上是一辆军用运输车 他们泄露的是化学武器 另一边 凯莉的父母因为联系不上女儿 急得团团转 不料突然有人敲门 凯莉爸刚把房门打开 奶奶就扑过来 咬破他半张脸 泰里妈急闹超家伙 把老人赶出去 与此同时 那类被丧尸咬伤的男士兵 已经出现感染诊兆 他开枪打死同事 接着扑过去啃食对方 女兵比利健壮 赶紧逃跑 其他纹身赶来的士兵 则二话不说击毙丧尸 几公里外的林中 搜索小队也遭到了丧尸群伏击 最先感染的那对老人 分别叫弗兰克 塞西利 他们已经成为养老院丧尸的首领 正准备找个避难所栖身 再逐渐向镇子推进 等比利逃逃着附近时 恰好撞进这帮丧尸 在树林狂欢 他们正在往金色高地养老院前进 还朝窗户扔石子 将护宫引进树林中咬死 接着并明目张胆地进入养老院 女头穆塞西利走上前 关掉电视机 然后给金色高地的老人们洗脑 他先是原地翻了几个跟头 展示自己的身体有多健康灵敏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 也可以获得这些愧责 那天跟安娜一起看监控的老头摩根 赶紧走出来揭穿塞西利 说起来 这俩人还是前男女朋友的关系 摩根告诉大家 塞西利这帮人已经被病毒感染 千万不能被他们洗脑 但健康对这些垂死老人来说 实在太有诱惑力 摩根见状不妙 转身就走 塞西利马上命令大家抓住他 摩根急忙躲到楼上 给应急响应中心打电话 可远水救不了近火 眼看那帮丧尸就要破门而入 摩根急忙打开窗户逃跑 但危急关头 还是被咬了一口 这连的情况暂时放一放 海力和妈那边 把父亲送往医院 谁知一伙军人突然闯进来 要求疏散所有病人 把他们转移到临时军事病房 随后军人就开始 不管不顾地转移病人 海力跟妈妈阻拦不成 索性抢过查理的自行车 跟上车队 好在临时病房就在不远处 海力想陪在爸爸身边 却被基地外的士兵阻拦 不久后 军队终于答应让家属过去探病 妈妈让凯莉在家里守着 自己去临时病房照顾丈夫 查理留下来陪着凯莉 并让对方做好心理准备 你父亲很可能已经感染了 谁知凯莉不警不听 还赶走查理 小镇很快发布了肖禁令 潘纳联系不上摩根 心里有些着急 就叫着小平头一起前往金色高地 她从小在收容所长大 平日里多亏摩根照顾 两人不是妇女生死妇女 两人刚走到养老院附近 就在地上发现血迹 安娜意识到情况不妙 马上进去搜索 最后在一只破木箱中 找到了摩根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汽车引擎声 一定是应急服务那边联系的军队 这帮人很怕化学武器泄露事件曝光 所以摩根不打算跟军队碰面 她急忙带着安娜藏起来 小平头则出去应付军队 她妈妈是养老院的经理 听到消息后 很快赶到了现场 小平头的妈妈表示 没有授权文件 你们不能随便搜查这家养老院 但为首的士兵却说 养老院的住户全都逃走了 这是紧急任务 任何人不得妨碍 否则我们就要实施逮捕 小平头妈一听 赶紧带着老公儿子离开 摩根和安娜躲在地下室 等搜查的军队撤走后才出来 这些日子 摩根一直在搜查卡车 确认这辆车 来自卡夫顿的国防部实验室 因为的病毒感染了养老院老人 使他们变得强壮暴力好斗 还可以让身体再生 不会轻易死亡 而且根据六狗女身体灼痛的情况来看 老年人的免疫系统 要比年轻人更加适应和接纳这种病毒 所以他们没有出现不良反应 摩根拉开酷嘴 露出被咬伤的地方 他不知道自己多久会感染 不过几十年前 摩根还年轻的时候 从卡夫顿实验室偷过几管血清 虽然希望渺茫 但他打算注射一阵试试 眼看天色渐晚 小平头返回养老院接安娜回家 以免错过宵禁令规定的事件 谁知 他们返回社区途中 看到军队控制了绝大部分居民 其中就有小平头的父母 另一边 查理被赶回家后 看到比利躺在自己卧室 原来两人是亲姐弟关系 只不过比利很早就离家参军了 家人团聚 本来是件开心的事 比利却看到了妈妈的前男友迈克 这个人渣喝酒客药 家暴样样不烂 妈妈居然还敢跟他复合 愤怒的比利 收拾好行李 就打算走人 查理追上去智论姐姐 你每次都只知道甩手走人 有没有考虑过我和妹妹的感受 比利没有正面回答 访问弟弟 知不知道四天前 小镇发生了一起车祸 那辆车上的毒气 正在四周扩散 查理表示 凯利的奶奶已经感染 而且 昨晚还袭击了他父亲 比利文言 决定带查理跟妹妹离开 他让对方先回家 收拾好行命 同一时间 军队已经进入查理家 四处搜索比利下落 迈克文言 鬼鬼细细地跟上去 问找到比利的话 有没有奖赏 看来 这个迈克早晚会坏事 与此同时 凯利的奶奶通过气味 找到了其他丧尸伙伴 她还跟弗兰克 没来眼去 塞西里看到后 有些不快 弗兰克 不知道女朋友吃错 她袭击了一个 骑行者 跟大家分享晚餐 凯利奶奶却指出 陌生人的味道 跟血清味道 跟血清味道很不同 但当我把父亲吊 我感觉完整 凯利奶奶觉得 他没有得病 反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塞西里见他前呼后拥 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幻灭一转 再回到几个年轻人这边 小平头发现爸妈被抓后 马上过来找查理二人商量 定因此得知 比利从军队回来了 他觉得军队的人肯定知道更多消息 于是一行四人去森林求助比利 但后者 不知道军队为什么围捕民众 也许 这只是维持秩序的一部分 比利回来 是想接家人逃走 不愿意冒险去救人 最后查理决定 让比利先带妈妈和妹妹走 他帮小平头救出父母后 再跟家人们集合 几人通过足球场附近的地下排水沟 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临时基地 查理找到被关押的人群后 点燃汽油桶声东击西 小平头趁机撬开笼子 放出罢了 凯莉也在营地中找到了家人 不过妈妈已经被爸爸咬死 情况不容乐观 朋友们冲过来拖走凯莉 大家从地下排水沟逃回树林 没想到士兵也跟了上来 好在紧急关头 比利开车接应 带着他们逃离士兵追捕 但几人匆忙逃跑时 安娜不幸被凯莉父亲咬伤 感染变异只是时间问题 果然 第二天她就感觉到饥饿 并且出现攻击形怒 比利捡起木棍将其打晕 而且 带有直接打死她的势头 小平头急忙上前拉开比利 好在 丧尸的恢复速度远超常人 安娜的伤口很快愈合 大家绑着她去找摩根 因为安娜说 对方有法子抑制感染速度 迪利把他们送到养老院门口后离开 准备先回家 接妹哪个妈妈 安娜四人 则进入养老院的地下室 这里是摩根的秘密基地 没想到 她到现在都没有变异 也就是说 那些血清真的有用 摩根连忙给安娜注射了一剂 但这种血清并不能完全治愈病毒 只是起到缓解作用而已 而且年轻人感染后 恶化的速度非常快 安娜担心自己会这么狼狈地死去 所以鼓起勇气跟小平头告白 她知道对方喜欢凯利 一直把这份暗恋埋在心里 可眼下性命不保 安娜不想留下遗憾 另一边 比利回到家后 隔着门缝 看见两个陌生男人 原来 继父迈克帮忙贩毒时丢了货 所以人家上门要钱 比利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潜入 二话不说 用枪指着要贩子 然后嘱咐妈妈 赶紧带人上车 比利连放几枪准备跟上去 结果被军方的人拦截抓获 麦克见状 赶紧踩油门跑路 同一时间 弗兰克受凯利奶奶蛊惑 居然跑到儿子家里 把他们一家全要死吃掉了 塞西里不能接受这样的转变 他们得病后 吃人是迫不得已 但故意残杀家人 有违伦理 凯利奶奶显然不认同这种说法 凯利奶奶说完 就扑向塞西里 准备处理掉这个叛徒 两个女丧尸扭打成一团 从屋里面打到屋外面 最后凯利奶奶 把塞西里丢下悬崖 成为了组织的新首领 同一时间 安娜体内的血清逐渐失效 她开始忍不住发狂 摩根想了个办法 打算开膛破肚 切一点皮脏胃给安娜 她觉得自己的抗体 能帮助对方抑制病毒 这法子可真够儿戏的 但安娜的症状 确实得到了缓解 此时 学校发短信让大家集合 摩根让他们先回去上课 只要12小时后 把安娜送回来 再注射一次血清就行 另一边 玛丽那边居然收到指示 要求她签署轰炸丹博里的授权书 可怜的丹博里高中并不知情 还召集所有学生回来参加考试 不曾想考到一半 大门框框坐下 尖考老师正要蹲下身查看 就被外面的人拽断手臂 紧接着 一大波丧尸从卷帘门下爬进来 学生们尖叫着四处逃跑 查理跟小平头 把老师拖到暗处 他们隔着布帘 看到了凯丽的奶奶 就在这时 老师不小心伸出一条腿 刚好被外面的丧尸发现 一场大混战就此展开 小平头慌乱间被门板压倒 好在查理及时发现 把她拽出去 四人趁乱逃跑 并锁住考场的门 同一时间内 塞西利并没有摔死 反而跌跌撞撞地爬回来 掌摩根求助 比利被军队的人抓走后 在树林待命 她从几个军人口中得知 是麦克把自己卖了 显然她妈妈也知道了这件事 并因此跟麦克大吵起来 小女儿厌烦了 两人永无宁日的争吵 索性跟着麦克带来的 小药贩子逃跑了 妈妈发现后 马上去周围寻找 而比利那边 左右等不到消息 士兵只好压着她返回基地 却被几个穿防护服的人 收缴武器 他们还命令士兵 回镇上待命 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肯透露 比利抓住机会 策反士兵 带他们驱车 前往小镇博物馆 打算搜点武器防身 原来这是家战争博物馆 里面确实摆着很多枪械武器 然而当他们进一步搜索时 却碰到了 一手持枪械的管理员 他不由分说 打死了一个士兵 好在 比利率先反应过来 他撞开枪口扑到管理员 接着 快速填弹将其击毙 一行员拿好足够的弹药后 上车离开 另一边 小平头打算回家一趟 结果发现 家中被人洗劫一空 爸爸妈妈也消失不见 只剩下地上残留的血迹 此时安娜的状态也越来越差 估计是12个小时的实现已到 几人正打算出发去养老院 不料遭到丧失袭击 查理急忙用门板撞晕对方 四人马不停蹄地逃到院子里 小平头抄起钉盘撞难栅栏 带着伙伴们跑进森林 不过那只丧失也追了过来 他们闷头一直往林子深处跑 殊不知 已经中了凯莉奶奶的埋伏 小平头见状猛地冲上前 将其钉在树干上 谁知 弗兰克跑出来 一把抱住小平头 查理急忙抡起木棍砸到他 四人不敢犹豫 火速逃跑 而小平头的父母 逃到了附近的朋友家 他们没有遭到丧失袭击 不过确实被一帮暴徒洗劫 林林守望组织自发组成了军队 可以暂时收容这对夫妻 而正在附近找女儿的比利妈妈 恰好碰见林林组织 她立马说明情况 向大家求救 几个邻居一听是孩子失踪了 赶紧帮忙找人 此时 小平头和伙伴们 也安全抵达养老院 摩根趁机给大家介绍赛希利 她的丧失化程度非常高 摩根有望借助赛希利 研究出新血清 在这种关头 小平头和查理 居然因为凯莉的事闹起别扭 小平头独自留在废物发脾气 不曾想 凯莉奶奶趁虚而入 将她转化成了丧失 查理不知道好友遇害 在离开的路上 阴差阳错救下妹妹 定解很快就找到了妈妈 至于丧失群 打算同化更多人壮大组织 然后袭击临时军事基地 不料还没等他们行动 林林守望组织就赶来基地抗议 领头的黑哥认为 士兵不会对平民开枪 所以带着大家硬闯关卡 士兵刚开始确实只用烟雾弹震 但眼看平民组织就要闯进来 他们二话不说就开枪阻止 抗议现场顿时乱罪一团 藏在树丛后的丧失隔岸关火 玛丽也透过监控看到这一幕 她若有所思地盯着爆破同一书 同一时间 比利看到妈妈乘坐的面包车 却发现车里藏着个丧失 妈妈和妹妹都不翼而非 她反应不及 被丧失扑倒 赶紧抵住对方开枪射击 比利误以为家人惨遭毒手 士兵怕她失去理智 火速把比利弄上车离开 他们找到一家酒吧休息 比利溜进卫生间掳起袖子 原来她在刚才的打斗中 已经被丧失咬伤 另一边 安娜接受注射后陷入沉睡 现在只有凯利跟摩根共处一室 她并不信任这个老头 所以悄悄搜索摩根办公室 果然发现数张假身份卡 以及摩根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的照片 难不成她是卡弗顿的研究员 所以才对病毒这么了解 凯利二话不说拿着证据 进入地下室找摩根对质 此时安娜已经恢复清醒 她还想帮摩根辩白几句 但事实证明 摩根确实在卡弗顿实验室工作过 甚至称得上毒气的创作者 尽管大家对摩根的隐瞒感到愤怒 但她已经研究出了心血清 摩根立刻对安娜注射 几人打算去军事基地 把现在的情况告诉她们 可玛丽那边已经快顶不住了 上校越过她 命令温压炸弹就位 想直接炸毁整个小镇 玛丽不顾一切地阻止上校 却被对方一枪打死 此时的街头已经乱作异团 邻里组织正和军队对抗 比利那帮人也在大际上抗议 潜伏于暗处的丧尸 则不断同化人类 多方势力混杂乱斗 小镇正处于崩溃失序的边缘 此刻 广播中传来上校的声音 她要求所有军事人员撤出丹波里镇 这无疑是执行爆炸的前障 摩根一行人在半路发现了小平头 安娜拿了支疫苗示意大家先走 她要留下来给小平头注射 塞西里也准备去找弗兰克 看能不能说服丧尸接受治疗 以下的两人很快跟查理集合 他们跟着幸存者前往附近的医护点 然后宣布自己手中有疫苗 大家必须齐心协力把疫苗送出去 找个靠谱的地方批量生产 但是包括比利在内的所有人 都不相信疫苗有用 还准备就地处死摩根 因为是她创造的病毒 比利这会儿已经完全丧失理智 查理根本拦不住姐姐 也拦不住陷入疯狂的大咒 他们聚集在草地上 拿出从警局搜罗到大量犯罪文件 准备救出所有罪犯处死 比利要惩罚的第一个人就是迈克 谁知妈妈居然站出来 为这的男人辩解 就连查理也劝比利停手 就算他们有错 也该交给法律处理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杀人 比利文言终于坦白 自己痛恨迈克的真正原因 她当初跑出去参军 就是因为遭到醉酒的迈克监污 比利不知道怎么在这个家待下去 才一声不吭跑去军队 众人闻言非常愤怒 七手八脚地将迈克压到刑场 危机时刻 凯利开着车转过来 她接上摩根 查理火速离开 迈克也趁乱逃跑 就在这边一团乱的时候 丧尸群袭击了医疗点 他们疯狂咬人转发同类 准备朝市政厅出发 显然 塞西里没能说服弗兰克停手 而且 安娜那边也不慎打碎疫苗 现在回去找摩根要新的已经来不及 她只好划开腹部 把脾脏胃给小平头 安娜无意间提到 你的父母还没死 小平头闻言 居然丢下安娜 跑去找爸妈 不幸的是 平头爸在暴动中中中弹 没有及时得到医治 等安娜捂着伤口感到时 空中已经出现直升机的轰鸣 这是要投放炸弹的信号 凯利那边也听到同样的声音 他们一路闯进圣赫洛曼陆军基地 告诉上校 摩根已经研究出疫苗 赶紧停止爆炸计划 可上校却说 我已无力阻止 数秒过后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眼看第二枚炸弹就要引爆 塔福顿的负责人突然赶到 他们电约上校带走摩根 并且暂停了爆炸计划 塔福顿实验室保证 只要大家对病毒医师保密 我们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好好安置剩下的幸存者 众人最终接受了负责人的条件 生活慢慢回到正规 这次爆炸 也被包装成天然气事故 慢慢消失于大众视野 摩根被实验室召回 继续研究疫苗 这天安娜过来找他谈话 说自己还是想不通 毒气真是不小心泄露的吗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为之 其实这段话是在暗示 摩根就是造成毒气泄露的人 当年他研究病毒时 妻子女儿遭到政府挟制迫害 为了报复当权者 摩根不惜让整个小镇陪葬 他故意造成了这场泄露风波 再站出来研发疫苗当救世主 安娜放下摩根曾经送给自己的望远镜 还没有证据 也不会举报摩根 但两人的情谊 只能到此为止了 影片到这里就宣告结束 实现众多 逻辑混乱 很多剧情都经不起仔细推敲 生吃脾藏 抑制病毒之类的设定 实在是一言难尽 最后的结局 更是要多仓促有多仓促 不过作为小成本剧集来说 故事的呈现还算精彩 丧尸血浆的含量也比较高 可以当打发时间的无脑剧观看 但比起《行尸走肉》一类大片 剧情和群像塑造都不够看的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